好来好 趁着今年赛棒球热 政坛掀起了季品文的风潮 庆祝前一天中华队击败了意大利 上市立委林维中 洪梦开党员今天都到街头兑现承诺 他们发鸡牌与民众同乐 而国民党亲公会的总会长满志刚 还有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带着1000克的鸡蛋要来送给大家 台北市长讲完今天也给出承诺 如果中华队能够挺进东京 他也有季品文 中华队加油 一边分装鸡蛋 一边和民众同欢 庆祝经典赛中华队击败意大利 国民党亲公会总会长满志刚 和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带着满满1000克鸡蛋 马上在街头兑现继品文承诺 不分政党都希望 大家可以一起关注运动 一起关注赛事 一起帮中华队加油 中华队加油 听到就好高兴赶快跑来了 我觉得很高兴 真的有解决到民生的问题 民众超期待早早就来排队等候 中华队迎球同时还能拿鸡蛋 另一头国民党立委林维舟 也准备300份鸡排 只要中华队赢球就不怕你吃 中华队加油 中华队加油 赢球又有鸡排吃 真好 很振奋 希望今天继续努力 趁着棒球热政治人物 接连祭出祭品文 立委洪孟凯也就国民党 11位明代一起发鸡排 看球赛替中华队加油 发出550份的鸡排 赶快打铁趁热 让大家持续的吃鸡排 来为中华队加油 不过除了花钱请鸡排 台北市长蒋万安 则是当起拉拉队 大跳加油舞蹈 跟着球迷一起为中华队尖叫 等我们中华队真的晋级好不好 前进东京我一定来 好好的发祭品文 为了替中华队助政 蒋万安跟上风潮 给出祭品文承诺 不只如此 副总统赖清德也在脸书发文 称中华队展现了坚强的韧性 一步一步来相信我们可以的 经典赛这天 政坛少了烟烧位 不分党派色彩 大家一起为中华队集气再集气 记者陈志祺 与与世华台北自贸舞蹈